你们俩好像老是跟着妈妈 爸爸呢 爸爸就是原来在北京上班 就做那个翻译的 然后就是爸爸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突然觉得眼睛不太舒服了 然后就在看就是检查眼睛 最后检查出来是那个视身经萎缩 然后就那个现在就是已经 没有什么视力了 就是有光感 那现在爸爸做什么呢 爸爸现在在家里面教英语 他看不到 他不看看不到 但是他在教英语 他辅导了有出国的考研的 然后就是小生初的 就是小孩子那种英语 就是我们家里在办的那个英语辅导班 但是其实卢妈妈我有个感觉 因为爸爸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 视力就不好了 我相信他这个虽然在家教学 但是收入肯定不会那么高 可能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没那么好 然后两个女儿都要学习这个艺术专长 很费浅 你看爸爸有那个演技以后 然后又在看病 然后那个就是家里面积蓄啊 都在一直在用 然后初初翘翘就是 14岁时候吧 然后他就去舞蹈机构嘛 兼职了啊 他就开始去教孩子跳舞了 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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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